到了就 那个 你还有事就先去忙吧 那行 那我先走了 好 班长 生日快乐 是你男朋友啊 这么帅啊 是啊 对我可好了 快走 喂 刘总 王志集团那边又来电话了 说是要先聊一聊投资的事情 投资 晚点再说吧 哟 刚刚电话里不是说有人陪着来吗 怎么一个人来了呀 一个人来呀 男朋友没来呀 哦 他还有事 把我送到楼下就走了 我们家特西放着那么大的集团业务都能来陪我 他没有多忙啊 他是对你根本不伤心吧 也是好 凡是集团政务的 汉总操了不小心吧 哎 我刚刚在楼下都看见了 秋秋男朋友可帅了 还开豪车呢 对 秋秋可温柔了 人家可能真的有事情 也可以理解嘛 他真的有男朋友啊 找这个前面我应该下去看看 就是就是 该去看看的 谁知道是真是假呀 哎 我跟你们说啊 之前秋秋跟特西分手啊 居然花钱找帅哥 拍照拍朋友圈就是为了去特西啊 谁知道这次的男朋友是不是也是花钱找的啊 大概是钱没给够 只能送到楼下了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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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好了 今天我过生日 你们就别翻旧账了 来 秋秋坐我这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看来这可能不太欢迎我 我就先走了 礼物我已经给你了 祝你生日快乐 哎 秋秋 哎 别走啊 秋秋 你刚摔的疼不疼啊 要不然让特西那你去医院看一下 我看不需要了 你 你怎么来了 我下午的会议推迟了 没事吧 疼不疼 不好意思各位 我来迟了 我是秋秋的男朋友 玉少